除了新冠的疫苗之外 10月1号开始 四架流感疫苗也即将开打 台中市府采购了73.8万剂 第一阶段是65岁以上的长者 青少年还有幼儿及孕妇等等 可以前往卫生所或合约医疗的运所来接种 但是正好是碰上了有新冠疫苗施打潮 所以卫生局就提醒民众 这间隔需要满7天以上才能注射 双重防御以对抗冬季流感的高风期 10月1号将开打流感疫苗 市府今年采购约73.8万剂 提供四架疫苗给高龄长者 青少年及幼儿等符合资格者 抵御流感来袭 流感的话是从我们的10月1号开始 为我们的医生人员 高风险人员以及65岁以上的长辈 来接种我们的流感疫苗 每年入冬变冷后 12月至隔年2月多为流感高风期 为了加强民众防护力 10月1号启动第一阶段接种 施打对象包含65岁以上长者 慢性病患 安养机构人员 防疫及医事人员 孕妇 脱幼机构 满6个月至18岁青少年等 第二阶段勾费对象 50岁以上 则预计在11月15号开放 符合资格者可前往 卫生所及合约医疗院所接种 而国小到高中职 五专的学生将安排校内施打 市府也令采买1.8万剂 供教职员在校一起接受注射 50到64岁的长辈 是从11月15号开始 那就可以到我们的各合约院所来接种 那我们有分公费跟致费 那致费的部分 我们市政府有自购4000剂 来为我们的市府相关人员 来提供接种 今年正巧碰上新冠疫苗注射期 民众因间隔至少满7天 才能接种流感疫苗 注射后约两周产生抗体 建议民众赶在冬季流感高峰期间 接种拉高防护力 在冬季流感高峰期间 出发的可能性 出发的可能性 入门